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一些有趣的新聞 在泰國森林看到一個人形的矮憂 盤坐的姿態可以看到輪廓和四肢 而且還有一些神秘數字 大自然的結作總會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近日在泰國森林裡 有人發現了一個形狀和佛像 和弟弟很相似的一個矮憂 引起當地人甚至是網民的關注 由於這件事很神奇 已經是有人拉起了一些繩和線 保護著這個矮憂 不要被人破壞 周圍有些供品供奉這個矮憂 當神般拜 這個人形矮憂 就是位於泰國東北部蘇林府 曼阿卡蘭村裡被發現的 急口令 讀多一次給大家聽 泰國東北部蘇林府曼阿卡蘭村 好厲害 找到一個人形矮憂 那個村民 找到這個矮憂的村民 已經是70歲 他是自己住在一個森林裡 都很難夠僵 自己住在森林 還要70歲 真是不簡單 30年來 都是靠在森林裡 執樹木 和採集野菇的生活 好難堅 一直都沒有發現矮憂 直至幾天之前 有幾個龍虎 就是那些村菇的物體 出來找野菇 意外發現了這個人形矮憂 根據資料所說 這個人形矮憂 原本是被一些枯枝樂業遮蓋著的 後來發現矮憂之後 才把那裡打掃乾淨 相信這個應該是大自然留下的傑作 從照片可以看到 這個矮憂大約有60厘米高 可以隱約見到人的輪廓和四肢 並且出現了一個盤座的姿勢 即是打座 附近都是有螞蟻竹巢的痕跡 報道又提到 人形矮憂的右肩 居然是寫著56這個數字 亦都有人在附近的樹幹裡見到47這個數字 有人就認為 矮憂其實可能是 駱坤府鑽名幫人是 實現願望的一個叫做 艾佳小童 應該是屬於他們當地的神明 現時已經拉起了絲綫 包圍了這個矮憂 以免被人破壞 另外又不少人到場燒香 拜祭等 周圍的供品 包括汽水飲品 鮮花和蠟燭等等 相當之有趣 先說一下自己的東西 我撈不撈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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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撈不撈稿 我撈不撈稿 撈不撈稿 現在的電話 快要換電話 真的很糟糕 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很特別 我想以前的人 經常說什麼顯靈的 其實都是這些 類似這些 我看的照片 真的很像佛像 那張圖我放在中間 給大家看一下 它真是佛像 不過面目有些真靈 就不是很慈祥那種佛像 是看上去有些兇相 有些勁相 其實我覺得 供奉它也不出奇 合理的 如果我住的村 有這樣的東西 走出來 我都會去見識一下 拜一下 裝一下香 希望 如果有的話 支持弟弟 如果我中個六合彩精神也好 是不是這樣說 講到這裡 這則新聞 都沒什麼特別 得得意義 什麼都有可能發生 這個世界 真是無奇不有 這件事 就這樣 今天 節目的時間差不多 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我們就回到你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